我们这个章节会讲解的是 台湾有哪些类型的企业 可以到跨境电商 怎么建议大家到中国大陆 去贩售商品 有几个管道 在上一堂课 我们有讲到跨境的集市 这个网站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我还是强调一下跨境集市 它不是跨境电商平台 它是一个跨境大宗货物的 一个每一届的一个平台 那大部分的中国大陆 现在的进口的跨境电商商品 它会有一个集散地 我们称为的就是一个海外的一个市场 那大部分货物呢 不管是从欧洲美国日本韩国 整个集中呢 不见得是一次的 就会输入到中国大陆的跨境电商保税仓 那有可能会先在香港集散 那这个目前呢 香港呢 会是中国大陆进口跨境电商商品 最大的一个集散地 那为什么会是香港会成为一个 跨境电商商品的一个集散地 其实呢 评估下来差不多有这三个大优势 第一个香港是国际自由贸易市场 它的国际贸易呢 优势呢 非常好 整个可以说呢 它的曝光的方式呢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整个国际贸易的环境呢 它是比较有优势的 那同样呢 它也富有了这个空运跟海运的这个国际运输的优势 当然还有一点它距离中国大陆比较近 那到了香港之后呢 要自由进出中国大陆呢 也各方面的比较方便 那比较讲的直接一点呢 它就是有深港自动车 所谓的深港自动车就是深圳跟香港可以直接来往运输的货车 现在目前在香港呢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 那这个货车呢 可以直接到广州 那广州其实呢 也是中国大陆蛮大的一个跨境地产口岸 会特别跟各位呢 介绍一下香港呢 是因为呢 中国大陆呢 很多的进口商品跨境地产地都是在香港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举个例子啊 我曾经操作过呢 很多那个所谓的奶粉跟尿布 中国大陆成为尿布的一些商品 那这些商品呢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的需求量 非常大 尤其是奶粉 这个奶粉呢 在中国大陆呢 已经影响到整个全世界一些奶粉的布局 比如说有一些澳洲的这个supermarket 他现在目前呢 要中国人去买奶粉呢 都会限购 比如说你一个人只能买两罐 或是买三罐 这样子一个方式 他已经呢 已经在限制代购 好 像这种需求量非常大的一个大宗商品啊 做跨境电商呢 他的做法很多就是 比如说从澳洲的原厂 他一次呢 可能是送了十个二十个货柜 就他生产出来的柜子要发往东南亚的 他可能会先到香港 那在香港这边呢 他可能已经有几个大的店铺 比如说京东啊 或者是阿里巴巴的这个天猫国际 那这些呢 他们有一些店铺呢 要买这些奶粉 所以呢 比如说十柜里面的奶粉 三柜是要给京东 三柜呢 是要给天猫的店铺业者 还有呢 三四柜呢 是要给王一卡拉的这些业者 大部分呢 就会集散到香港去 也就是说货物十柜 一次发到香港 到了香港之后呢 才进行交易 才进行交易 各位要听听 进行交易 就是三柜 由这个澳洲的原厂 奶粉的原厂呢 卖三柜给天猫 卖三柜给京东 卖四柜给王一卡拉 所以他的国际运输呢 只要一次十柜 十个柜子一条船 直接到香港 到了香港之后呢 再进行交易 谁要卖 要买几柜 谁要买几柜 这个时候呢 在香港就直接分货 那会有朋友问说 那为什么不可以十柜直接到中国大陆 比如说假设是上海 到了上海呢 仓库之后呢 再去分三柜给京东 三柜给天猫 四柜 四柜给王一卡拉 在中国大陆的保障舱里面 他的规定 跨境电商 跨境电商保障舱里面呢 他是不能进行交易的 也是不能进行货物移转的 也就是说呢 你天猫进来三柜 就是三柜的货都是属于天猫的 你不能把这三柜的货呢 再分给另外一个店铺业者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所称的 这个货物的owner 只能有一个 不能等我到了进来之后 再做分发 或是做销售 也就是所谓的B2B的交易 这是不行的 所以跟深层的认识呢 中国大陆的跨境电商保障舱 你可以听到说有人在讲 它是一个BBC舱 所谓的BBC舱呢 就是B2B土西 B2B的这个部分呢 第一个B是在境外卖到中国大陆的B 然后这个B呢 再卖给一般的消费者做土西 所以如果说大宗货物 比较大型的大量的 像奶粉这一类 还有尿铺这一类 它可能它大部分都会是直接到香港之后呢 再由香港他们去分发给1234个大型的这个代理商 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代理商 也可以说它是店铺业者 所以香港是一个交易的集散地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各位是属于品牌商 你比如说你是自己做一个品牌 像大宗的唐春或是像566 这种有大型的 您在你是制造商 你要卖你的商品 可能这时候呢 是有四五家跟你这样订购 你大部分也可以是选择在香港进行交易 因为香港的基本上是属于自由交易的市场 所以它的交易是非常的方便 限制也非常的少 同样讲回来 你如果要贩售你的商品 你也可以在香港找到你有需求的这些买家 因为香港的其实集中了很多中国大陆进口 跨境商品的一些买家 这是大型的店铺业者 在香港里面的他们大部分都未有境外公司 好像很多在天猫开店的这个中国大陆的业者 其他的境外公司都是选用香港来做这个公司 就是在香港开易公司来当成的是境外公司 贩售的进口的跨境商品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我这边就是在讲 如果你是一个品牌商 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工厂 你有制造商品 你自己本身也有品牌 你可以选择香港作为你一个地点 做什么地点呢 销售的地点 还有物流的地点 我特别人帮助你